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倒是没想到 内院连藏经歌是唯独这般厉害 我记得当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大豆师吧 短短几年时间便到了这个层次 迦南学院总算出了一个不错的学生 若是芒天池那老家伙知道了 只怕又要得意一番 你体内似乎不止一种异火 能将几种异火安稳地融于体内 这功法堪称巨世无双 小子 日后外出历练 可得多加小心 小子受教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居然还能遇见一名恶难毒体的拥有者 真是令人意外 唉 不过可惜 每一任恶难毒体的拥有者 都是差不多的结局 两位不要一出来就吓唬人 今日还好有硝烟出面 不然以那地魔老鬼的实力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局面 行了 也没说要拿他问罪 地魔老鬼 是吧 没想到 今日居然还能再见 这老鬼 竟然还活着 白猎千木 没想到你们两个老家伙 竟然还没死 你这老鬼都还活着 我们怎可能死 千老百老 不能放过这个老家伙 这些年 我们迦南学院不少学员 都被磨炎鼓锁害 今日若放他离去 日后定是大患 若他们真要下手 恐怕今日得命丧于刺 他要逃 拦住他 千老百老 千万别让那老家伙逃掉 不要心急 这老鬼逃不掉的 这次有你出手吧 还是老一套空间血盾 这么多年了 这个七星斗尊毫无长进 今日便由我来了结以前的恩怨 这必是斗尊的实力吗 斗尊 你倒是高看我们这两个老家伙了 我们只是略懂空间之力罢了 与真正的斗尊比起来 还差得远呢 这样都还不能成为斗尊强者 我与老百顶多算九星斗尊吧 虽说与斗尊只有一星之差 但就这一线之隔 耗费了我二人数十年之力 依旧未能成功突破 里面竟没有丝毫灵魂痕迹 白老 能把地魔老鬼的尸体交给我吗 二老 苏千想请两位帮个忙 这小家伙中了剧毒 需要斗尊强者才能彻底去除 不知二老能否联手为其驱毒 居然需要斗尊强者才能化解 小子 你过来让我看看 这东西号称魔毒般 是一位斗尊强者 宁其毕生斗气所下 剧毒无比 非斗尊强者 难以去除 嗯 居然能让一名斗尊强者 耗尽毕生斗气来对你下毒 真给你小家伙面子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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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如此 午前 但是 那是 秀 秀妍 士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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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果然不可以用成立来推断的 不 士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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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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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棘斗黄了 好家伙 又变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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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长王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小妍 我就知道 你肯定死不了 小妍 幸好还没有离开学院 不然 可就看不到今天这么震撼的一幕了 你也进去了 要不 我们来比试比试 哎 我和萧嫣一直都没能交上手 今天就让我来试试吧 萧嫣 你以为如何 求之不得 我说 你们这是连一点喘息的时间都不给啊 哎 总该让萧嫣体面一点吧 是 好 快走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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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快 哎哎哎 你们这么着急所谓何事 对啊 你不知道啊 学院有两位窦王级别的大人物 要在这里比试 啊 两位窦王 走走走 我们一起看看 哎 哎哎 应该还是离仗离仗王 硝烟竟能和林秀牙一战 林秀牙可是狼牙帮创始人 这萧嫣别是徒友英雄之名 哎 传闻当初萧嫣还未到窦王就能打败窦王强者 或许对战林秀牙也是轻而易举的 哎 这传言极可能是夸大了 不可倾限 萧嫣 是萧嫣 真的是她 萧嫣学长的速度也太惊人了 这实力 岂是一般窦王所能比你的 萧嫣学长可是能比 单挑斗黄的强者 好 大小小 今天这场比试 我看萧嫣想赢林秀牙没那么容易吧 林秀牙恐怕只能在萧嫣手中 坚持三个回合吧 林秀牙可是五星斗黄 就算是寻常斗黄 想三回合便将之拿下 偷有行困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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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谁求谁赢 萧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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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待会儿和你们叙旧 两年了 没想到一黄眼 两年过去了 你在塔底这两年 内院新进了不少弟子 我也成了长老之一 如今实力可是长进不少 你要当心了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开始 我们主的身影真是变幻莫测 完全看不到他的移动轨迹 校园这速度 这速度真是太精神了 校园这家伙子速度也太快了吧 一火 今天正好可以试试 这碧绿火焰的威力 圣王 一招 一个五星窦王 在萧炎手中 只坚持了极为简单的一招 林学长 承让了 两年不见 你竟强到这般变态的地步 我只是占了一伙的便宜罢了 林学长可不用妄自飞薄 刚才你手中那团碧绿火焰 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前我也未曾看你施展过 大长老 队下既然来了 又何必藏头鹿尾 鬼鬼祟祟 他 他是谁 他 真的太美了 是啊 好漂亮 太美了 是这个 是这个 阁下究竟是何人 我为萧炎而来 与你无关 你认识他 有点过节 你这家伙 怎么会招惹斗宗强者 真要打起来 我也不见得能打退他 等我把该做的事做完 我这条命 就随你处置 我现在 就要你的命 这位朋友 萧炎是我内院之人 有什么过节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 何必一定要动手 不要以为有个斗宗强者庇护着你 我就杀不了你 你呀你 现在可好 被斗宗强者盯上 日后 怕是有的苦吃了 大长老 还有个麻烦事 又怎么了 别跟我说 你得罪的斗宗强者不止一个 这倒不是 那个 我一不小心 把陨落心炎给 烈花了 你这个灾星 你隔上个一两年来一堂内院 将烈花的陨落心炎分出部分 教育我们应该没问题吧 嗯 当然可以 这也算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大长老 弟子有个不情之情 你既答应不定期给内院补充 陨落心炎 我当然也不能吝啬 你说吧 想请大长老帮忙找一找 这上面的药材 这些药材具有恢复灵魂力量的功效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学生 想复活一个人 嗯 好 这单子上的药材 内院现存的倒是有几种 其余的 我会替你留意的 你这个好运的家伙 我内院辛辛苦苦守护羽落心炎这么多年 就连韩风费尽心机也未能得手 没想到最后倒是给你做了嫁衣 韩风还在黑角域 嗯 那正好 有些事也该找他了结了 你别轻举妄动 韩风如今收拦了不少势力 在黑角域成立了黑盟 就连内院都拿他没办法 这两年来 内院找过他几次麻烦 但都被黑盟挡了回来 老实的仇 我必须保 如果大长老信得过我的话 我硝烟随时奉备 嗯 行 我先调集人手 不过 追杀你的那位斗宗强者 不会加入黑盟吧 您放心 他绝不会加入黑盟 我和他之间的事 靠别人是解决不了的 嗯 那我先告辞了 等等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二哥萧丽 遇上麻烦了 好 小野 没想到 你已经还留在学院 嘿 我当初可是说过 要和你一起去加马帝国逛逛 好 好 我回去的时候一定带上你 你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二哥 你知道我二哥的事 是 我之前被大长老派去 暗中保护过萧丽 你二哥萧丽 他以为你已身死 为了给你报仇 在黑角域创建了一个神秘组织 转召黑盟的人赐上 萧丽的行为 引来黑盟的震怒 黑盟中有好些实力不弱的高手 准备对他进行围剿 恐怕 现状不太好 据情报 围剿萧丽的势力 是血宗宗主犯牢 他人多势众 你最好召集好人手再去 不然会吃亏 内院长老都被大长老召集过去 准备与黑盟大战 我这会儿 还能到哪儿去召集人手 你这是把盘门给忘了啊 诸位 今天我们要和门主一起 去黑角域怎么走 门主的二哥现在处境很危险 我们要助他以臂之力 黑角域的恶势力 嚣张跋扈 为所欲为 还几次来放我们迦南学院 这次 我们要迎头痛击 让他们知道 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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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多亏由你和虎家进行管理 才让当年那个小小盘门 变得如此强大 盘门能有今天的实力 其实更离不开你和熏二的影响 喂喂 别忘了 也有我的功劳好吧 对 子言的功劳也很大 两年不见 你怎么还没长大 还不是因为某个人 一生不肯突然消失 害我没来好吃的 好吧 那当作补偿 以后 我给你练真正的化形单 好让你自由变换身躯 怎么样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啊 嗯 我们已经进入黑角域区域 大概明日清晨就能抵达 大家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我已经等不及有何光效力的血了 咱们藏在林子里的暗烧 已经有七八处被拔了 这里也被发现了 领头的人是谁 是血尊宗主范老 来得好 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让范老给三弟陪葬 狙杀队潜入森林 尽可能消耗敌人战斗力 其他人防御寨子 全力建卫 是 三弟 当场 二哥这就给你拉个垫背的下来 为何会心虚不安 不行 必须得尽快赶过去 我要先走一步 你们尽快跟来 我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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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拼死一战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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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组织的首领 灭了他 不自量力 有啊 快走 我和黑盟作对 今日便先断你四肢 豢养成血奴 三弟 二哥无能 竟然连一个垫背的 都不能替你拉下来 天望我小家呀 是谁 竟敢插手我黑盟之事 范总主 两年不见 真是越来越威风 当年让你侥幸逃了 不知道今天 你还能有那帮好运吗 三弟 萧衍 你竟然还没死 怎么可能 你没死 三弟 真的是你吗 你没死 二哥 是我 小家还有大仇未报 我怎么会轻易死了 二哥休息片刻 待我收拾了这家伙 再跟你需求 他可是斗皇强者 身边还有三个斗王 我们还是先撤吧 来日方长 有的是报仇的机会 你可希望不要再出岔子了 二哥 你就放心吧 两年前让他垂死逃窜 今日 我要让他有来无回 相信我 那好吧 你放心对付范劳 我来挡住那子 快 你受伤不轻 就别出手了 都交给我 范宗主 你这条老命 我今天收定了 跟我一起 取了这萧嫣的性命 这女人现在跑出来干什么 这次可还有人来帮你 这位朋友 你的目的可是萧嫣 否则的话 不如我们联手 一起对付这小子 你 你 没这资格 既然阁下不愿意 那就请便吧 这该死的女人 等事情办完 我定要想办法抓住你 让你知道本宗主的厉害 美杜莎 我欠你的 日后会用命来还 但今日 请你别插手 这份恩情 萧嫣定会记住 你的命是我的 是我的 竟然真的就这么走了 难道是因为吞天网的原因 鸭尖嘴利的小子 我们四个一样能永远把你留在这里 都收 杀了他 你竟然灵化了 你竟然灵化了陨落心眼 这两年 三弟又成长了不少啊 好 有约 救命 凌晨 冒 李 小妍 小妍 你专心解决那个老家伙 这两人交给我与子妍便好了 看来 今天你死定了 众人听令 给我剿灭山寨所有人 小妍 王王的小子 我犯牢可不怕你 两年了 这些老手段对我没用了 小妍 我们之间的恩怨全是由你而起 若不是你杀我儿子 我也犯不着与你结缘 其实身处黑角玉这等万地 也会有因果报应 你儿子的死 是他咎由自取 小妍 你不得好死 还真是负于顽抗啊 你不要得意得罪了黑盟 日后可没什么好下场 不劳范宗主操仙 再过两时 我自然会去黑盟 了结于韩风的恩怨 小妍 如今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可你想要杀我 也没那么容易 这 又是这种老手段 带我举起人手再来算账 到时候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万宗主 恐怕你没机会回去了 受死了 你 死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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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义的混战 还是紧快结束吧 范劳已死 你们无需再战 我不愿大开杀戒 你们回去替我带话给汉丰 不是 我将上门取其性命 什么 范宗主被杀了 大家不要轻信 宗主可是窦皇强者 怎会死在这个 入袖未干的小子手中 正是 大家一起上 等宫破了山寨 我们宗主一定大大有赏 有臭啊 这小子 这一手也太恐怖了 还有谁想来试试的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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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援助之行 萧嫣在此谢过 日后若有需要再想帮 咱们认识这么久 这种客套话就别说了 以后如果我真遇到困难 肯定不会跟您客气的 喂 小爷 我也是出了大力气的 千万不能忘了呀 千万不能忘了呀 放心吧 小丫头 你的画形单 我可一直记在心里 喜爱 Colon 你们两个就不用可套了 这些藝衪 我一直讲识 那真是要是你 你一定会怎么不掉 这些藝衪 你们两个就不用可套了 二哥 这两年来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炎子 你是我们萧家最有出息的人 在我来这之前 大哥特别交代了 我们谁都可以出事 唯独你绝对不能有事 如果不是萧家大仇未报 只怕我在得知你身死的消息时 就会直接找出那些人拼命 可我也知道 以我的能力 报仇肯定遥遥无及 好在天武绝人之路 我在一次追杀中 逃进了一处深山 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这东西 根据这盒子上的文字描述 这里面的两颗血色胆药 可以强行让一名大斗士 在极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斗王界别 只不过一旦服用 便只剩三年寿命 石生丹 你竟然吃了这个 除此之外 我也别误他法 你明知道这力量 是靠透支生命换来的 为什么还要吃它 如果不这样 想要给你报仇 那得多少年之后了 不用太担心我 如今你活着 就是对我 对萧家最好的事 萧家的担子 就交到你肩膀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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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在得到这丹药的时候 可还有其他东西 这是和丹药放在一起的 但以我的能力 一直无法打开 这应该就是石生丹的丹药 二哥 你别担心 我争取在一年之内 帮你研制出解药来 只要你能平安活着 一切都好 有没有解药 不重要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你现在先跟我回嘉南学院养伤 两日之后 我要和韩风来个了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